他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他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他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Cruze 好 来到第一个部份投资有道时间 马上和大家看看今早上最新的经济数据 Harry 今早上美国方面公布了最新的入口价格指数 可以一起和大家看看数字 其实有少少不符合市场预期 看看四月份出口价格升至1.1 进口方面就升了2.2% 原本市场预期只升了1.8% 多于市场预期 其实这个数字反映了什么呢 其实大家这些数据现在我们真的有兴趣和大家分析一下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看到美国的物价的指数 例如将来会公布的CPI 消费者物价和这个进口指数 真真正正反映到美国究竟有多少通胀压力在里面 为什么那个出口只升1.1% 进口反映升2.2% 大家不要忘记 你要买别人的东西的话 你的货币一直这么跌 你一定是给多些钱去买人的 另外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你进口的原材料全部用美元作计价 你美元一直这么跌的话 很明显水涨就船高 别人的那些入口价用美元计一定是升了上去的 没错 这两个因素就将那些东西推高 其实3月他们出来的指数升了2.6% 令市场担忧 其实2.2%也不是好 显示了什么呢 虽然稍微有点舒缓了 但是市场也不太接受 因为美国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 美元这样跌发 根本你已经是有一个通胀压力 你是需要加息的 但是问题呢 联储局前两个星期的记者招待会 都仍然是刻意说明是会仍然是要 持行这个低息 过一段时间的 很明显 你这样搞的话 就和其他国家的政策不协调的 这样的话 就最终其实是美国可能 不排除未来一年或者一年之内 会有个通胀急升 到时的息口它不加不行了 如果你说升到1.4% 你不加也不行了 这样的话 小心美国会有个外仗走出来 没错 其实经济的复苏仍然看到 我们稍后会再和大家分析一些数据 其实是未得住的 没错 其实看起来 这个2.2%当然都已经是相对比较高了 是的 而且即使扣除能源方面 核心的数字 亦都是升到0.6% 高过市场月期的0.4% 没错 看到大家这方面都要关注一下 没错 看完数据之后 看看今早上美股 这方面也提高了原油期货合约的维持保证金 希望赶了一些炒家离场 没错 所以这个一出的时候 油价是调整 不过仍然站稳 100元留上 可以先看看一些技术方面的图表 油价的技术图表 看到呢 虽然在上个星期尾也升到一个大跌 也都最后有一个反弹 其实Henry 油价方面 近期 刚刚昨天的反弹 其实是属于一个技术性 还是未来会有些调整 我觉得我个人真的倾向看法 就是技术性的多 为什么呢 油价呢 你也看到了 大家看看图的右边 有个急跌 接着又有个反弹 这个反弹 其实真的过多的油脂 因为美国仍然奉行一个过度宽松的 差不多零利式的政策 赶了很多油脂出来的市场 要做炒作 油很明显很容易 被他们做吸纳的对象 所以你说这个反弹 就算今天继续弹也好 我觉得都是油脂炒作 所以大家就不要急追 油脂炒作的东西是说不完的 你可以突然间可以 所以他们一升到差不多 他们一要平仓的话 就会跌下来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这件事 虽然刚刚就有少少的反弹 暂时也都在50天线以下 其实可能是否有机会 翻上50天线之后 又有另一个条件 这些其实呢 捉油价现在很难捉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到美国的经济 复苏的部分仍然是慢 其他国家 你想想中国其实是打压的 是刻意把经济拖慢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原油的需求 根本似乎都不是很好增长的 不要忘记上星期 这些油价是借着美国 会对经济放缓 是可能对原油需求慢 马上用这个借口 推回油价 始终这件事 都是将来 当一些大户做到仓 吸引到你们的钱进去之后 可能会借这个借口出来 将油价推回 杀大家一手 所以你说什么时候 真的没人在意 因为真的要看造装 那是怎么做的 没错 真是大户玩完 没错 大家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没错 大家可以留意着 除了油价方面之外 今早微软 Microsoft也是焦点之一 微软最新消息 有报导说 将会用近85亿美元 收购在Skype Skype就是一个 网上的电话 和视频的服务 提供的供应商 一直都是提供一些免费服务 不过最近Skype 亦都开始有一些收费服务 一些长途的电话 价钱相对都比较便宜 没错 其实微软 今次如果真的收购Skype 是不是一个好的举动 很明显 大家每一间公司收购 一些新的 我们叫小的公司 是专注服务的公司 很明显每一间公司 有自己的业务策略 微软 大家为何会发觉到 其实现在每一个行业 的收购会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试一看 刚刚公布的一季 那个季度 大家留意 看看所有大公司 美国的公司 他们的现金流 现在真的很好 很多公司都持有很多现金 微软很明显 是出了名 是多多钱的 在一个他们本身的成熟产品里面 增长放缓之際 他们一定要四处找一些 他们觉得有机会增长的业务 Skype 长途电话 如果不排除微软 将来我们估计 它会发展一些软件 是将Skype 这个长途电话服务 互联网的电话服务 融入去 譬如可以做一个 网上开会的软件 微软 到时又会有一个 新的产品走出来 一套 所以其实 因为它实际的钱 现在很多 也都真的 不要说 太好的投资价值 对Skype来说 它一定平衡过 将来做得好不好 大家唯有拭目以待 看看 怎样微软 将业务 融入他们的产品里面 做一个更加好的服务 这些网上的电话 其实现在在 苹果和Google 其实已经提供 这次微软 这个消息 如果真的熟实的话 其实都很明显 就是将 那个定位 设定好 就是他们的对手 就是苹果 和Google 苹果、Google 不但只 就算 尤其是韦普 Hiller Packard 譬如我们昨晚 自己都试用一套 他们在网上开会的东西 也很方便 很明显 微软将来就是说 我们叫 大家用互联网 大家互相沟通 这个平台 所以很明显 Skype 会帮到他们 没错 最近微软 也放了很多资源 发展他们的手提电话业务 没错 就是Windows Phone 接下来 微软也有一个 新产品的发布会 大家都可以留意住 说到这里 第一次时间 够了 回来继续第二节 可以倒置一下 多 点开 点赞 中文字幕组